有國會議員有意在10月訪問台灣 據報可能會藉著新加坡貿易之旅前往 外交部長喬美蘭就說 政府尊重議員的獨立性 欣雅樂報導 外交部長喬美蘭表示 加拿大繼續與台灣有堅固 而且越來越密切的貿易及人與人之間關係 國會組織及國會友好協會經常外訪 政府尊重他們的獨立性 自由黨籍的加台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 兼下議院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C高表示 8名委員會成員計劃參與訪問 不過也有委員會成員向Globo News表示 還未確認任何行程 在今年初的時候曾經討論可能的行程 是訪問新加坡和鄰近亞洲國家增加貿易聯繫 有議員就透露台灣可能是外訪新加坡之旅的一站 如果屬實 安排與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行程類似 他抵達台灣之前都到過新加坡 此外本國議員的行程 還未得到國會及相關政黨批准 他們都等聯邦政府提供保安指引 後來最終的意外 歸史上的位置 也算是這些賜理 好聽 好聽 我们下期再见